来 来 来 爱妃 再喝点 再喝点 皇上 神气都要醉了 皇上 宫里头 着火了 爱妃 天打地打 不如命打 皇上 先走一步 下次再跟你续弦园 皇上呀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少子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热热的 好像有一股烤肉味 你找我了 你找我了 我 我 就这样 少子 你快帮帮我 不是 我碰不了火 我碰不了火 大人 就是他们 在大门宫纵火的 就是他们 快 拿下 快 不会还跟着吧 不会哪是吧 先走吧 走 你给我认罪去 你谁啊 我穿什么 怪你什么事 还说要抓我是吧 试试 有本事试试 杨公子 勺子 杨公子不好了 天然他不见了 怎么了 我 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名门正派 正人君子 还不是跟妖精混在一起 我 你别得意 咱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我们走 好 语语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长得就是一个 又白又蟹的白面条 你打飞植在这躲着吗 我带你走吧 诶 我欠你的这次算还清了啊 杨公子 杨公子 你不是天蓝海阁出谋师吗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他们不让我入宫 再说我的玉碟 被他们那什么队长给收走了 那我们岂不是 真成了纵火犯了 都输了叫你看住他 这下好 除了案怎么办 不 不过没关系 反正妖精已经除掉了 咱们找到天然就可以了 等等 跑啊 怎么不跑了 你累不累啊 老追着我 你 你想干嘛啊 你火烧了皇宫 今天我要是让你跑了 我回去就没命 那 我跟你回去的话 那我可以なる 我会不会死 会 不但会死 而且会死得很惨 你别过来 我告诉你 我厉害着呢 怕了吧 告诉你 你可别惹小爷 这次真是意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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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是 杨公子 是天然 是他的硫磺蛋 您先别紧张 哎 你不是会隐身吗 嗯 你去宫外找 我在宫里找 只要找到天然 就带他出城 好 等等勺子 啊 这张符纸 我已经注入了法力 要是有危险 就呼叫我 好 呀 了 你 你 你 这张符纸 是 太棒了 哎呦 哎呦 啊 哎呦 咱俩 哎呦 咱俩 哎呦 什么呢 啊 我吗 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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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天然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天然 勺子 我没事 命运的喊 你吓死我了你 放心吧 还来 勺子 走 快快快 来 刚才是天师您救的针 你以为是那只妖吗 拜谢天使 我可不敢当 刚才不是还嚷着 要把我乱棍打死吗 不好了皇上 皇上 着火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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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可这是何人所为 听侍卫讲 有人在宫里乱放烟火 点燃了房屋 英损呢 他这禁军都尉是干什么吃的 宫内进了妖精 他浑然不知 现在又纵容他人 火烧大明宫 英损大人已经带着禁军去追了 但 怎么 人没抓到 英损大人追着贼人到林燕阁楼顶 那贼人竟然点燃火雷 有人看到英损大人从 从林燕阁坠落了 没用的东西 赶紧陪着救火 是 陛下 陛下 现在火势四起 还请陛下 哥哥宫娘娘到宫外去避一避吧 避什么避呀 不就是一个火吗 怕成这样 还请天师做法 灭火消灾呀 救火 也不是不行 只是一番乱战之后 我觉得我的肚子有点饿呀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来人 命御膳房准备酒宴 待天师灭火之后享用 是 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没有他 你便找不到雨下了 这是什么东西 当年女娲娘娘用余下墓创始造人 分为人魔两界之后将其一分为二 仗手赵雷分别授予两族首领 你跟我讲这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做什么 可你却不知 这雨下墓原是树木树干 在这树干上 另生了一朵黑白双生花 雨下墓碑一分为二后 双生花也从子天阁地方 有了它 只要你靠近雨下墓 它便会变色 绽放 你怎么知道的 魔界知晓此事的 除了王守穆子林 我兄长玉蕾 我们的大祭司玉兰之外 就只有我跟你一样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可不想死 魔盒再这样衰退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轮到我们 再说了 自从我兄长被他们打入魔盒之后 我们不就是同盟了吗 我会帮你瞒住月兰和五大长老 但是只有三天 你一旦成功 必定会引发人魔两族又一次大战 不过 你若失守被抓的话 不知道谁会去救你啊 听说这阵阳上先是 欧妙妙妙妙妙妙妙 可这都太年轻了 是 快躲، нем flu! 吃蚊妙妙妙? 快去看哪血 吃蚊妙妙妙 supuesto 买到吗 听说得逃得mente 还不可以 真的 run 陈子林 游人 中午 鼎 有没有这么夸张 下雨了 人先下方了 怎么样 还满意不 仙师法道超人 不知仙师所属天狼海阁何人们想 如何称呼 我师父呢 是天狼海阁 阁 你只要知道我的名字叫灵溪 不碍事 英雄不问出处 前有除魔真君杨思仲 今有济世圣姑灵溪斩妖诸厄 朕今日赠你圣姑金牌一枚 以后大堂所有邵所关卡 包括朕的大明宫都出入自如 圣姑 除魔真君 为什么我只有两个字 圣姑你不知道啊 这两个字可尊贵着呢 天下第一除魔师 非除魔真君四个字才担得起 这样吧 如果将来我能在祥妖除魔上 也有很大的功绩 那个时候 这怎么能行呢 圣姑啊 想到那杨思仲杨大人 你年过半百 你尚且如此年轻 恐怕会令天下百姓不信服 说不定啊 到时候以为朕故意给你放水的 这倒也是 这样吧 讨着先师有一天功成名就 朕定告知天下 好 那这块令牌我就先收下了 记得 说话算数 君无戏言 你如此操劳 是不是饿了 不必了 我要走了 皇上刚刚命奴才 准备好了酒宴 圣姑 您就 行了 你们宫里那些菜我都尝过了 也没什么新鲜的 再说 我还有个重要的地方要去 行了 就此别过 把昨日那几个禁军全部打入死牢 一帮没用的家伙 陛下 有人发现纵火的贼人出现在了宫外 似是还活着 给朕把他抓回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世 是 天兰海阁门归森严 存世千余年 从来都是守卫天下 绝不会染指天下 故而历朝历代 都对天兰海阁恭敬有加 即便有张狂之士轻慢皇权 也不会有人放在心上 走这么久 黑莲花还没有反应 在心里对天兰阿 你为啥 不打 你为啥 哪二十多 你为啥 你为啥 有啥 你为啥 哪二十多 grund 你为啥 你为啥 他一点 个个都板着一张团 来 过来尝一下 现在 你看多热闹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可以先尝 对 心音向荣 你管这叫心音向荣 是啊 看清楚 这个人见过没有啊 没见过 没见过 过来 过来 你们俩见过 过来 过来 他们能那么厉害啊 还不是那样抓你啊 我 没有 我 许一 你 你干嘛去 我闯了祸 我一个人去找他 你一出去 他们把你抓了怎么办 不可能 就他们那几个人 怎么可能抓到我 放心吧 不是 这 这 这 你到底看没看到这个人 饶命啊 军爷 说话呀 饶命啊 你饶命啊 我怎么办 知道小爷我的厉害了吧 请问这人没有 你 来人啊 他犯在这儿 犯在这儿呢 快来人啊 来人啊 我抓住他了 快来人 快去 快去 站住 站住 别跑 谢谢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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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个是什么 太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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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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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兄弟 你有个果 我就敢称自己 天下的愚蜜 真是笑容 太客气了 大夫 现在宫里 都说您死了 谢谢 谢谢 我要是那么容易死 就不会活到现在了 那您 以后做何打算 若是皇上知道 您还没死 肯定是罪 那我就去一个他治不了我罪的地方 您是说 站住 站住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站住 别跑 可算甩掉了 哭死我了 歇一会儿 累死了 太不讲义气了 明明刚刚救了他 还还讲丑报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去 现在倒好 我也彻底成通缉犯了 通缉都通缉呗 昨晚那个侍卫头头还跟我说 要把我杀头 就算被抓到的话 最多也就关个几天 扰乱宫廷火烧皇宫 当然是要杀头的 你怎么样 这就是他了 万万没用心了 难道 就这样也试试了 神殿庭的荒地形巨像 好似在平地惊雷 难见整个大明宫 火光四起 神殿包围他走的 从天而降众是土 双眼露出雄光 在落地的瞬间 地面出现落大一个深坑啊 瞧一瞧 看一看啊 这就是魔王落地时砸出的大坑 飞剑出来的碎石 三十文一块儿 这个聚坑权作画 四十文一位 近坑断膜 是二十文一刻钟 是圣姑啊 您怎么过来了 您要不要看看 免费免费 你干嘛去 我赶紧逃命去啊 你逃什么啊 这么多人抓你 你往哪儿逃啊你啊 除非你能隐身 不然别想出去 隐身 这办法不错 看我的 你这一看就是骗钱的把戏 你们也是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问你们 你们谁见过魔王 谁知道魔王长什么样 我说我是魔王也是可以的呀 我奉承你一句 君子爱财 取之有的 你啥你心跳 以后啊 小心点 你就是个骗子 小心点 骗心点 别走 别走啊 骗子 勺子 天员 勺子 你是谁 按什么 你们这群人 有事冲我来 这事跟勺子没有任何关系 妖魔 你现在犯的可是重罪 你是主犯 他是共犯 你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你们不地道 到底想干什么 不地道 你在皇宫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过 你地不地道呢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再吵了 要是把我弄得心烦意乱 那么这件事情 后果自负 你说吧 我可以放他一命 可以饶你不死 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只要能把勺子放了 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吗 如果是让你进宫 当太监呢 太监 什么是太监 太监就是服侍皇上的人 服侍皇上的人 我做 你别答应得太早 这种人进宫之前 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静神 也就是 把你的命根子给切掉 那 那我切下去 以后还怎么撒尿 那不是要跟女人一样 蹲着尿吗 到底愿不愿意 要是不愿意的话 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哪条路 告诉我 是谁帮你进的空 又是谁指使你放个活 没人支持我 我自己愿意这么干的 没有人支持你 还有 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小爷我本事大 自己翻出来的 我看你小子嘴还挺硬 你要是不说呢 那我就只能送你去做太监了 到底说不说 我不说 就算是变成太监了 我就算 蹲着尿 尿一辈子 我照样顶天立地 好 等我帮你静了身 看你怎么顶天立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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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 亏你还小的出来 蹲着仨尿也顶天立地 杨文珍 你们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要惩罚你吗 惩罚我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叫你捣个小乱 结果呢 要不是杨公子来救我们啊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被人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嗯 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 那灵莽精还是你杀的 真的 准确地说 哦 好了 你现在还是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吧 哼 进去吧 大刀脸 这人 听话 进去吧 贾慎 你来得真准时啊 哎 其主大人有何贵干呢 少装糊涂 我来你这里还能是为了什么 可是半年前才 怎么 心疼了 那就把你的两个兄弟交出来啊 我保证 三十年 不抓你的子子孙孙 我们之前约定好了 不打我两个兄弟和其他子孙的主意 每年 我交给你五十支药啊 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陈年旧约也该变变了 你想怎么变 我还没有想好 今天 我就带走你一百支药吧 你说什么 一百支药 你激动什么 你这号称万腰山庄 缺缺一百支药 不在话下 你 不接 不接 我几时跟你说过 可以跟我讨价 还价 两条路 要么交出你的兄弟方济白和胡青青 要么今天 就让我带走你一百只子子孙孙 撑吧 算你是只食食物的药 难怪你会活这么久 干什么的 军爷过来探亲的 车里有什么人 车上我们没人了 放行 车里有人 我们被包围了 东莱尼 那能怎么办呢 总不能憋回去吧 现在怎么办 这是神速服 以后数到三 跟我一起冲出去 不是 然后呢 跑就是了 小心啊 别扭到头 里面的侵犯听着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束手就擒 来 一 二 三 我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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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他 哎呀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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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然 姚公子 你们这么拿别人东西 是不是不太好啊 怕什么 你这真的母狼欠我的 对啊 不过姚云珍 你这次我真的要好好夸夸你他 你所有的法术当中 就这个什么神宿福祖的 你多给我留几张下次我逃跑的时候好佑啊 想得美 谁知道你又跑哪是打劫还是放火啊 不给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是那样的人嘛 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你又想出什么馊主意啊 我在想 咱们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这个 那不没有招过我啊 但是按照我平素所学 五星相可之法 我们举手 不是认真的吧 神宿福 真的没有减速这么一说 那 那我们怎么办啊 救命啊 我的 吃的呢 圣姑 圣姑你在找什么 小人愿意帮忙 你知道谁 偷偷我的吃的 吃的 圣姑喜欢吃什么 小人去买便是 哎呀 那是我跑两条街才买到的糖葫芦 圣姑若是偏爱美食 可尝过这长安城中的灼鸭 灼鸭 别够大人 这边也没有 看来他们是逃出城了 撤 别死我了 这会儿他们应该都走了 杨公子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 他们说的青楼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日后再跟你们解释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还是先走吧 可乖 这样的力道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正点 正点 吴天然 你别按了 咱们还是先走吧 杨公子 慢点慢点 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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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清爽 哎呀 没想到长安城 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杨人真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 当成真兄弟啊 好玩 下次咱俩换换 帮你清爽 哎 高原人在里边说了 痛 则不痛 你们城里人身体 也太差了吧 哎 算了 要不我背你吧 上来吧 谁让你背啊 你现在就要跟我 划金界限啊 哦 刚才不知道是谁在里面 搂着人家胳膊说 大哥 不要 大哥 停下 吵啦 不用 大哥 你真是我命中克星 那 那你就是 我的 我 最好的兄弟 不过天然 嗯 嫂子 上次的事 还没好好感谢你们两个 不用不用杨公子 你没关我们就好 哎 什么不用不用 感谢的话就算了 那你至少得告诉我们 长安城哪里好玩了吧 哎 天然 你别忘了村长爷爷告诉我们 庄先生约我们见面的 哎 不打紧不打紧 晚个一两天 庄先生也会等我的 再说了 这长安城这么大 我们上哪找他去 那你还想玩什么呀 嗯 快点 让一下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那圣姑来了 圣姑来了 圣姑你也来了 圣姑好 来 圣姑您这边请 就是这儿了 圣姑 京城拙鸭店 就是啊 哇 这么多人排队 我是不是也应该 跟他们先排个队 哎 圣姑大家光临 您圣姑 那我就不客气啊 哎 请圣姑 哎 圣姑 哎 圣姑您请坐 哎 怎么了圣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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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人来了 你真的是个不错啊 哎 哎 这位姑娘方泽吴家 千华福玉 一看便是修仙之人啊 我听闻当今圣场 刚赐封一位济世圣姑 想来便是您吧 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不才正是 你们店的特色招牌菜是什么呀 我们店的卓鸭 可是天下第一啊 圣姑要不要尝尝 圣姑您要吃卓鸭呀 那可算是来对地了 我们这有闷炉卓鸭 酱闷鸭腿 鸭心 鸭针 鸭肠 鸭肉 一百零八道菜 一百零八种吃法 还有这酱料 行了 别吹了 不过既然你们敢说自己的鸭子是天下第一 那这样 给我来一只新出炉的 嗯 这果然是天下第一卓鸭真好吃 慢慢吃 想吃多少都行 我有钱 嗯 那就行 再帮我叫两份葫芦鸭鸭 还有天下楼的金钱油塔 哪有你这么吃的 太丢人了 哪里丢人了 是她说要感谢咱们的 没关系 只要有我在 保证你这辈子有的吃有的玩 嗯 够一些 我说天然 嗯 客官 您也该打算打算了 不知道你们之后 打算去哪里 本来想在长安城多玩一招的 嗯 可是现在看的情况好像不太可能啊 嗯 你还嫌没玩够啊 城都快被你给拆了 我我 天然 嗯 我觉得勺子姑娘说的没错 别再胡闹了 别再胡闹了 不如这样 你跟我回家去 你看怎么样 回你家 那好玩吗 不好玩我不去啊 你放心 我们家是全天下最好玩的地方 来勺子姑娘 嗯 嗯 真的 那我去 嗯 那庄先生怎么办 你不去找他 等他再找到你 看他怎么说你 又是庄先生 庄先生 要找你去找 我才不去哪 你你板着板着给张脸 我看他看烦了 不知道这位庄先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别提了 从我及时起就认识那个老头 可 看那儿 好 哎 是那个疯婆娘 嘘嘘嘘 小声点 现在还不知道她过来干嘛 咱们先静观其变 正庄 本店还有新娘的青梅酒 您要不要尝一尝 混这张话 胜不乎乃超盘脱俗之人 怎么能饮酒呢 这酒 她怎么在这儿 味道怎么样 特别棒 嗯 偶尔喝一凉口也不碍似的吧 我替众生先尝尝 来来来 她好像真的是来吃东西的 嗯 天人 想不想报仇 我当然想啊 你等着 我去去就来 你干嘛去 别说话 在这儿等我 嗯 几个小家伙都来了 好 那就该算的账一起算 常大厨 外边来了个行家 这回您可以大显身手了 行家 这叫行家与行家 看我怎么让他们心服口服 好嘞 来 这上上去 行家 有意思 来吧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好 杨公子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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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把这盘鸭子端着走啊 嗯 嗯 小子快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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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姑感觉味道如何呀 鸭子呢 确实是只好鸭子 只是 请生姑指点 厨子差了点 这一桌子菜漏洞百出 要说是填饱肚子嘛 还勉强可以 要说是天下第一 简直就是个笑话 啊 圣姑啊 我们大叔那可是御厨传人 京城有名的卓鸭王常贵 还曾御钱献菜 连皇上都赞不绝口呢 御厨了不起啊 哼 哎 不说清楚看来你们是不会信呢 看 这个鸭肉 看似整齐 但其实皮肉分离 这是火候不济 还有这通断长短不一 这是刀工不济 这个酱汁干愁饭苦 这明明就是悬料不济啊 这个鸭掌嘛 口味过咸 明明就是准肚不济 还有呢 就是这个酒碗 这酒碗跟我们大厨有什么关系啊 酒呢 确实是好酒 只不过这酒碗 还有形阳土枯春酒的味道 这明显就是酒碗没有洗干净啊 老板 这是小二不及 我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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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